有点药酸注意一下 民众看中医吃中药 以往珍贵药材都让民众有不小的负担 中医师也常因民众负担太大而替换药品 不过明年3月1号开始 由市众叫珍贵的中药药方都纳入健保给付 过去可能是比较珍贵的药材 是由民众自费部分 把它纳到健保给付的范围 中医师工会也觉得说 他们审着现在现行 大家比较常用的 可能自费比重比较高的项目把它列进来 纳入健保的食味中药方 包括拿来治皮肤病的食味拜毒汤 用来治肚子痛的瓶肝流气饮 以及医治肠胃的香沙氧味汤等10种 给付后估计民众一周 可以省下100到200元花费 药材现在一直在辣高 它的那个就是净价 一些东西可能基本还给 可是如果多量多的时候 可能就是还是要自费一些 我们当然很乐于看到 这个健保菌有一些药材 可以把它给付进来 那一方面能节省我们的成本 那一方面就是可以让我们这个 病患的比较多种选择 除了食味药材纳保 明年3月1号开始 健保当中的每日中药费 也会由现在的一天35元 调升至37元 健保署政策一上路 台湾一年600多万人看中医 都会受惠 记者盧依红 邱玉婷 台北裁缝报导 像我说 이것我可以扔 管宏贝 朗宏账